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又好久没有给大家做PPT的分享呢 因为前段时间呢,实在是事情太多 所以呢,很多同学都在催跟我 呃,非常抱歉 所以呢,今天我终于抽出时间 能够给大家做一些PPT的分享呢 OK,那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PPT分享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之前看过的一个动画的演示效果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我就想把它用到我们的PPT演示当中 看一看效果是不是也能这样子 那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这个效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页PPT 大家可能看到这一页PPT 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PPT 没错,它就是一个人物介绍 或者是一个团队介绍的一页PPT 本身这一页PPT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当我们要增加一些人物介绍 或者增加一些人员数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一页PPT它就放不下那么多了 如果它非要放的话 我们勉强可能会放成像类似这样子 图片就会变小 人物也会越来越多 这样呢,就会不是很凸显的展示我们每一个的人物介绍 而且当我们的人物的数量再增加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这一页PPT已经放不下了 或者说我们的人物的图像会放得更小 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要去展示的一个人物介绍的PPT的效果 所以呢,我就想到另外一种动态的人物展示效果 类似像这样子 它可以滑动 再滑动 可以左右来回的滑动 这样的效果 它就会非常明细的介绍每一个的人物介绍 当我们想要展示其中某一个人物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就会居中放大 同时呢,下面的一些人物信息也会出行过来 然后呢,我们想要看下一个人物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往右滑动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也很直观 同时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当我们展示其中某一个人物介绍的时候呢 它的两边的人物图像其实是模糊的 它是虚化的 这样的好处就在于 我们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你想要介绍的那个人物身上 同时呢,还有一种感觉就是 当你们想要去介绍下一个人物的时候呢 不至于一下子把所有人物全部拍开 反而多了一层神秘感在里面去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我们做人物介绍 或者团队介绍的一个PPT影视方式 这就是今天我要教给大家的了 OK,那这个影视效果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我们还是来实操一遍 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新进的PPT 然后呢,这是一个白色的 我们标一个深色的黑色底板 可以往后观看 我们多copy几个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一页 这里有很多的人物图片 所以呢,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找到这些人物图片 这边呢,就是我已经找好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好的人物图片 这里呢,我先选择部分几张吧 不要选太多了 选中五张 调整大小 然后呢,我们为了让这个图片写的更好看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图片做一个裁剪 裁剪为圆角 这个要依次裁剪 裁剪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它调整一下大小 OK 同时 排列一下 对齐我们选择的是横向分布 OK 大家看一下 简单来看就是这样一列排开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图片做一个三维旋转 就有一种3D的纵深感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呢 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我们选中左边的 然后选择设置对象格式 这里呢,就会有一个三维旋转 我们选择的 我们选择的是角度 透视向左 然后呢,我们调整它的X轴 这边是30 然后呢,因为这边呢 它的角度应该更倾斜一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40 同时呢,将这个图片缩小一点 远大尽小 远大尽小这个原则之前讲过 大家应该有记得 这边呢,我们一样选择向右透视 然后呢,因为360度跟30度它是对讲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应该选择是330度 而它呢,选择的应该是320度 同样的将它缩小一点 然后我们将这个图片给它放大 因为它是最中间的 同时选择最中 OK 这两个楼过来 这个也是的 我们选择水平最齐 然后呢 我们调整一些细节 比如这两边的角度 尽量跟它保持同步 稍微有一点错开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诶,这种众生感其实就有了 那第三步呢 我们就要做的是 整个的图片的一个虚化处理 看到没有 它的图片是做一个虚化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这些图片 给它做一个虚化 一样的选择图现 然后呢 这里呢,有一个艺术效果 选择 虚化 然后呢,半径我们选择100 就是到底了 看,整个它都已经虚化了 然后其他图片 依此类推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种效果了 中间展示的人物图像 它是清晰的 而两边的都是模糊的 那一会儿我们要将这个图片往右移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调整的 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再同时复制一下这个PPT 然后呢,我们将整个图片往左移动 哎,大家注意到 整个中间的这个图片 它就往侧边移了 而这个图片就居中了 那居中图片 我们要将它调到跟我们居中的那个 图片大小 首先我们将虚化去掉 恢复到正常 同时呢,我们将三维旋转调整为无 OK 然后将我们整个图片调到跟刚刚这个图片大小差不多 然后我们选择 居中一点 那同样的 这个图片呢 因为已经变到侧边来了 所以它的图片要变小 同时呢,我们要选择的是 测移30度 然后呢,我们选择艺术效果 100 说白了就是 它跟它调了个儿 其他的地方也都调个儿 而它就接替了它的位置 所以它也并小一点点 同时呢,它角度应该再倾斜一点 40度 而这个角度呢,应该稍微并大一点点 角度调到330度 那最后呢,我们要点击一下我们的切换 这两个可以都选中 然后选择平滑 时间选择的是 1分20秒 我们来看一下感觉 我们选择右移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对不对 居中的图片变清晰 两边图片就变得模糊了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眼见的同学 发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切换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图片好像有一点点虚黄的感觉 它的过度并没有那么的自然 而刚刚我们的这张图片 在过的时候 好像就会变得非常自然一点 对吧 没有那种虚影出现 我们再看一下 诶,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的注意点 就是当我们再去调整我们的图片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这里有个Z轴 我们一直没有动 因为这个Z轴是调整我们这个角度的 所以呢 我们要想让它完全的过渡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里输入一个数值 我输入个最小的 比如0.1 然后呢 这个也是要输入最小的 0.1 同样的 这两边 也都是0.1 我们再移动 这个虚影的晃动就会小很多 这是大家注意的一个点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各种原理我也不太好解释清楚 我只能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想要过渡的非常的完美的话 一定要注意加上一个最小的一个度数 OK OK 那至于其他图片呢 其实也是参照这个方式去操作就好了 无非就是将我们刚刚的操作再重复一些 无论你加多少图片 你只需要往后面不断去加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的一个 非常巧妙又非常高级的一个影视效果 那最终呢 我们给这个动画效果总结下来 其实就分三步 第一个就是三维旋转 第二个就是图片的虚化 第三个就是平滑的过渡 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三步 就能实行刚才的一个非常炫酷 又非常高级的一个展示效果 那这种方式呢 除了能够展示我们的一个人物介绍以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影视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的 譬如像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页关于风景的一个图片的PPT 当我们要去切换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切换 它是一个向上翻转的一个动作 而且大家注意到 整个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图片 也是虚化的 中间的图片是清晰的 其实原理就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影视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呢 我们给它换的一种演示方式 操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PPT演示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 非常高级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和掌握这样的一个PPT技能 我觉得对于日后你们再去制作 你们PPT的一个演示效果的时候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对于这一个PPT的演示过程呢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想到 如果说大家实在想不出来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在评论下方说出你们的疑问 我看到后会给你们解答的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目再见 我们下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